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3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馨 过去一年多来 美国政治版图中出现了一个 声势逐渐强大的草根运动 查党运动 这个运动接过美国建国时期 以抗税手段推动美国独立的 波士顿查党的旗帜 主张降低税率 捍卫个人自由和缩小政府规模 反对政府资助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健保改革 正如该运动一位组织者说的 就像波士顿查党让美国诞生一样 我们希望新查党能够拯救美国 那么参与查党运动的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是否能够对美国的政治 产生真正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请到了两位客人 一位是华盛顿亚洲顾问中心主任 叶旺辉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Steven Yates 另一位是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 戴博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Daly 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 先请两位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政治中 其实一直有反对运动 或者是说反政府的运动 那么这个新查党运动 我想请两位戴博先生先说一下 您认为这个新查党运动和过往的 以往的这个反对政府的运动 有什么不同 是有一些不同的 可是像你说的一样 它有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传统 也是美国主流政治生活的一个传统 我觉得这个查党运动是属于那个传统的 是一个新的出现 可是跟过去相比的话 有几个不同 第一 他们没有一个 一个非常有魅力的 有说服力的一个领袖 第二是他们有一些媒体 他们撤回发挥这些作用 包括那个互联网 还有一些24个小时上 福克斯那个新闻台 作为他们的那个拉拉队 我觉得也是有时候是直接 或者是鼓励他们 或者是给他们做宣传 另外一点我觉得是 不能说是前所未有的 可是我觉得是新的 不知道你怎么看 是他们的风格 他们的说话风度 跟过去相比是比较极端 或者说不定就是媒体这个喇叭 是把这个声音放大了 可是这个立场是一样的 我看这个跟1992年很相似 这个那时候有罗斯佩罗 他的 罗斯佩罗 对 罗斯佩罗 他的支持大部分是比较轻保守派 他们大部分的人最大的担心 是这个预算的赤字 这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有很多个性 媒体要跟他们做面谈的时候 你觉得你要跟哪种人做采访 一个极端的人 或者一个一般的人做一个采访 那我觉得如果是CNN的话 他们要看最怪的人 选一个最极端的人 那罗斯的话 他们看是最比较一般的一个选民 那这些人 我觉得他们最强烈的批评 而且最受欢迎的批评 是他们认为 我们现在这个预算市值那么大 交税那么多 但是两党不代表人民 不听我们 所以这些人大部分不是非常富有的 他们是每天做一般的工作 薪水不高 但是觉得他们交税不少 这政府不听他们 不代表他们的道德观 或者也不关怀他们的经济的担心 这个运动最开始的 是在不惜任期的最后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把很多政府的钱交给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银行 这些人觉得一般的老百姓不受到这个帮忙 但是这个大的商人受到帮忙 说到这个查党到底是谁 刚才戴博已经提到 就是说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 那么你们两位都提到 就是说在美国媒体对他们的这个描绘中 主流媒体比如说CNN 把这些人好像描绘成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群体 但是像福克斯那样的保守派媒体 就把他们描绘成代表美国草根运动 那么你认为戴博 你认为哪种看法更准确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主流的一个运动 当然美国的主流不是一致的 美国有几个不同的一些主流 所以这些人我并不觉得是很极端的 我就是跟很多现在是恰当运动的人一起长大的 他们是我的邻居是我的朋友 我记得过去我有很多朋友 尤其是在大选那些圈子里 那个布什给选为总统两侧 我听了很多人说 我不认识一个偷了布什总统的那个票 可是我一直觉得 这个不是布什和他的辞职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你跟美国的很多主流的这些人 或者有不同看法的人 你尽量一个自我鼓励 所以这些人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人 可是说他们极端 他们不是美国的主流 这个说法我也是反对的 叶旺辉先生 您刚才提到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查党兴起就是说 政府对于大公司大企业的救助 我们知道查党一个很重要的主张 就是说应该缩小政府的规模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在今天美国的政治生活中 政府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恢复到以前美国创建者的那种理想 就是宪法说的那个小政府的这种规模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 我觉得他们的目标不是那么极端 他们的目标大概是要有一种刺激的作用 要鼓励我们的领导人 把我们的政府的这个规模 走向原来的那种方向 不是回到原来的真正的状况 那我们近几十年 我们政府联邦政府的负担越来越多 那这个不能持续到永远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的因素 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刚才这个一望辉先生提到 就是他觉得查党的一个很重要的情绪 就是说他们觉得两党 民主共和两党都不代表他们 那么我们知道戴博先生 现在民主共和两党 在很多议题上处于胶着状态 那么双方的这个所谓党派之争也非常严重 你觉得在这一点上 查党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兴起的一个原因之一 其实我觉得查党在这个方面 他们对两党的这些批评 有点像过去那个绿色党 那个Ralf Nader一样 觉得他们两个只不过 是支持大公司的一些那个目标 当然那个绿色党 最后的很多那个立场跟那个查党 是运动的是叉叉上反的 可是这个最基本的批评 差不多是一样的 而且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可是有关他们的立场 我并不觉得是一直的 他们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同意的目标 上个星期美国那个就是保守 一些人是开了会在华盛顿那个CPAC 今年他们大概从头到尾是把这个讲坛 都给了那个查党运动的一些人 可是听了很多人的一些演讲 他们的那些 他们所有的主张 他们所有的政策 很多是那个自相矛盾的 根本不是一致的 他们的态度 就是反对奥巴马的一切 这个是一致的 查党吗 你是说查党 查党运动的 好像是反对 奥巴马所代表的一致 凝聚起来的 是反对奥巴马的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一致的 太清楚的一个立场 我们知道查党运动 他们自称是一个草根性的代表 这个民间民意的一个运动 可是很多美国的左派 或者说自由派 他们就认为 其实共和党跟查党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甚至认为 是什么